做梦跟现实虽然没有直接关系 却能改变一场比赛的命运 甚至是最后赢家 裙摆摇摇主梦杯 在最后一天出现大逆转戏码 首轮占居第二的洪若华 由于领先者睡过头太晚报到 被罚两杆 想让自己第二轮搅出71杆家机 天助自助 让他成为这次主梦杯的冠军 过去练体操出身的洪若华 不但逆转夺冠 跟因此获得赴美参加LPGA的参赛资格 整个过程如梦似幻 这位15岁的选手未来最想同组的球员 年纪也跟他相差不远 我想要跟高保锦同组 然后学习他身上的短杆技巧 就是学为什么他年纪这么轻 就可以打出这么好的成绩 既然确定要到美国比赛 就算不是跟球后同组 也势必有机会跟顶尖高手切磋 沟通工具英文自然要先加强磨练 有 有想要加强 对 至少在想要加强自己绘画吧 这样跟沟通起来会比较顺畅 也比较流利 这次比赛同时吸引不少 想磨练球技的超级小选手 这些年纪不到十岁的未来之心 当中有人可是台湾一姐的侄女 我叫卢千惠我打快要两年了 因为姑姑是卢小琴 那姑姑有没有给你一些秘诀 没有 没关系 小选手来日方长 等有一定水准后 再透过姑姑卢小琴调教 球技势必能突飞猛进 外局新闻 夏新昌张继元采访报导